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因為金華城案被收押 他的妻子陳佩琪 昨天出面接受了媒體專訪 提出了五大的現金來源 希望來釐清金流疑點 強調所有的錢都正當清白 雖然時事評論員周偉航批評 陳佩琪看來越澄清疑點越多 但是前民眾黨秘書長謝麗公 則認為信者很信 他的說法對小草而言 目前是過關的 他這個銀行 當然他有出示好幾份 那當然大家比較有興趣 是你碼掉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因為現在就是你的站很亂 大家也對於說 你的資金的流出流入 是很有興趣的 特別是第一銀行 他的這個帳戶 其實他流出流入的量滿大的 當然其他也很大 有的比較少 像是這一個富邦的這個 真的夠心 他不知道是節的時間很短 還怎麼樣 他的這個交易的東西比較少 那我們就必須去質疑說 你為什麼需要開這個戶頭 因為我們有在做生意的 也都是盡量少 不然哪天忘了一筆錢在哪裡 我的錢跑到哪裡去了 我要去把我的錢找回來 可是像他這樣子操作 真的我們是還是比較違反我們直覺 其實在我們學術領域有一句話叫 歐坎剃刀原則 如非必要不需增加 答案往往是最直線的那一條 像柯文哲的那個什麼肖像權 我授權給你 再授權給他 然後錢再這樣會這樣會 太麻煩了 實際上就是掏空而已 真正的答案就是很簡單 我把錢從那邊掏到我自己的這邊 就是最簡單的答案 同樣他為什麼要去拆這麼多 為什麼我們要去質疑 ATM一直領存 你知道製造斷點 其實最近一兩天 有一些調查局的朋友來跟我講 好像現在有一些方向 大家都沒有想到 我們都想像是 陳佩琦拿著提款卡 拿著現金去存 但是卡和錢 一定是陳佩琦拿著的嗎 會不會有其他人 拿著錢 拿著他們家的卡 就去專程 很專業的在那邊存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緒 因為在調查局的 某一些的案件的防治中 發現有金主 直接就是卡丘 我就這樣 你要看最後一筆 距離 對 最後一筆 他最後一筆也超過六個月 他還有四年前的那個 存了一百五十七萬 所以就是調查局 他們也會覺得說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去注意這一點 就是他的這種行徑 可能跟以前的某些模式是 重疊了 重疊我們當然可以合法懷疑 其實對小草而言 對他的支持者而言 昨天那個是成功的 是過關的 信者很信嘛 就加深他們 沒有錯 阿伯一定沒有錯 你看 佩琦醫師把所有來龍去脈 都交代清楚 可是經過剛才的剖析 大家剖心就知道 其實不同人看到的觀點 是不一樣的 對 柯文哲因為精華塵案 激壓第九天 今天二度被提訊 但時任都發局長黃錦茂 卻當庭證人轉被告 陳佩琦昨天突然接受專訪 是火線救夫還是提油救火 把時間交給貴陽 好 只不過柯文哲涉精華塵案 涉圖立罪的這個部分 檢方加強約談金手的相關官員 像是林中銘 林清榮 李德權等等 要鞏固圖立這方面的證詞 那金流的這一個部分 1500到底是什麼意思 柯文哲跟沈慶金都在打明胡仗 但是要看的是 跟前有關陳佩琦 他異常的ATM操作 而且又租了兩個保險箱 放現金 這都是不合乎常理的 民眾黨我們看到的是 前秘書長謝利公 他就建立說要認罪協商 謝利公他本身是洗錢防治專家 他的利潤點是什麼 稍後請謝利公親自上火線來說分明